女人准备去过个刺激的情人节 却被父亲一把叫住 要求她告诉客人什么是刺激 小美不仅听话照做 还秒遍妖娄 缓缓朝客人走去 把两位绅士看得直咽口水 这还没完 她凑上前去献出相吻 让对方临距离感受自己的真心 另一个客人看后 兴奋地撅起嘴等待 可得到的只有握手 看来没点颜值真不配过情人节啊 完事后小美转身就走 留下一脸猛逼的父亲 而小美之所以如此放荡不羁 全是因为富豪家庭出生的她 从小就被各种束缚 内心早已渴望自由 甚至萌生了离家出走的想法 她来到超市 想证明没有父亲自己也能活下去 便开始了把超市当家的操作 喜欢的项链直接戴上 合适的衣物直接外穿 穿得越多等于越赚 接下来她需要做的 就是耐心等待超市打烊 然后全身而退 可突然一个熟悉的面孔闯入她的视线 男人看起来潇洒自信 对货架上的商品又爱护有加 刚发现地上有点污渍 就斥责员工 说着赶紧让人来清理干净 生怕别人看不出她老板的模样 可下一秒 她就穿上了清洁工的衣服 屁颠屁颠地打扫着卫生 原来刚刚都是她装出来的 小帅就是这么一个普通且自信的男人 虽然在超市做着最底层的工作 但自信不允许自己被埋没 别人上班为了赚钱 她上班只为快乐 闲来没事点个模特 简简单单诱过一天 但这还没完 超市打烊才是属于她的狂欢时刻 你们的女装大佬也悄然上线 就问你爱了没有 不一会后 她又穿得十分清凉 头顶白纱 脚踩滑轮 下一秒 缘分女孩小美就与她四目相对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 她竟然是小美曾经的初恋 这大型射死现场 让人尴尬的能脚趾扣出个三十两厅 正对视的入迷 一不小心撞倒了货架 但正是这一撞 才让她又闯入了小美的心窝 再没人的超市过情人节是什么体验 这两个单身狗来告诉你 先拿上高级碗筷 再从一万一台的微波炉里取出便当 接着选个顺眼的餐桌 一顿浪漫的资助晚餐就成行了 小美问眼前这个普通又自信的男人 难道不怕第二天被发现后丢了工作吗 小帅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工作哪有你重要啊臭宝 况且家里还有百万家产等的自己继承 这话要换作是别的女孩子听了 估计明年情人节孩子就该摆满月酒了 但小美可不吃这一套 两句话就让她漏了线 小帅有些尴尬 起身想自己静静 看来现在的女孩都不会轻易受骗了 唯有掏出真心才会有收获 好在不一会后 小美又主动上来道歉 说今天自己很想脱单 可又不想太吃亏 还没说出条件 小帅就没底气地走开了 但她紧接着又说 只要能带她离家出走 自己就以身相许 这样的要求不等于白送吗 小帅没有犹豫 当即就献上热物 散发无限魅力 以此骗对方鲜艳焰火 由于场地受限 验货过程过于无聊 我们直接跳过 还没意会 动静声就引来了保安查岗 她问小帅商场里有没有异常 小帅边收拾自己边说着没事 还不忘解释 刚刚的动静是进了老鼠 虽然借口很假 但还是把保安糊弄了过去 可她不知道是 有两个歹徒也偷溜进了商场 激情过后 两人彻底放飞自我 穿上滑轮就在商场飞驰 小美这不友好的穿着 一定让你十分难受吧 反正歹徒是看不下去了 掏出手枪就对准他们 下一秒 情人节该怎么过 这两名歹徒用刺激来告诉你 先拿下一对情侣 再用手枪邀请小美打一场扑克 正要拿下时 小帅突然大喊保安来了 接着挣脱束缚 拿起收音机 装作在与保安通话的模样 这操作估计只有大聪明才会相信吧 可做贼心虚的两人立马戒备 抓住小美充当人质 没想到一顿操作过后 小帅竟将两人成功制服 这也让小美对她的好感瞬间上升 她得意地嘲讽着对方 说根本没有保安 一听这话 两名歹徒笑出了声 站起来就说道 你手里的可是两把玩具枪啊 这让小帅瞬间就怂了 边到欠边把枪给了回去 可下一秒 没想到小丑竟是自己 这下小帅也没辙了 只能靠小美出马 用美人计的那种骑马 刚骑没一会 就把三人撩得不能自己 纷纷想坐上去一起快乐 大哥边说要尊老爱幼 边把小老弟按了回去 还说这里面水很深 你把握不住的 由于摇摇车的画面太过无聊 我们直接快进 完事后大哥彻底文献 决定带上小美一起浪迹天涯 小帅听后觉得自己头都绿了 跑上去问小美 不会假戏真做了吧 大哥可不允许别人碰自己女人 用力将小帅摔在传送带上 接着说你该洗洗睡了 小帅很有自知之明 打不过我走还不行吗 正被气得要离开时 小美又主动与她四目相对 接着说道 谁能带她离家出走 自己就以身向虚可别忘了 小帅立马顿武 不再阻止歹徒将小美带走 因为自己心里已经有了计划 她来到仓库 拿出一把威猛的散弹枪严正以待 而另一边小美也趁两人不注意 将汽车直接发动 一脚油门就扬长而去了 留下歹徒在风中凌乱 无奈之下 两人只好先折回超市 准备抓住小帅 来个守住带兔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自己才是那个被等的兔子 当警察赶到现场时 两个歹徒已经被绑成了大可爱 而小美也回来找了小帅 从此过上了没修没骚的生活 连小帅都能找到另一半 不会今年还有人担着吧